由风香舞蹈团的小朋友表演充满异国风情的舞蹈 为2023基隆国际移民节揭开序幕 这场活动在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现场除了涉滩展出来自各国新移民朋友 准备好的道地异国美食小吃之外 也由基隆市长谢国良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禅 和民政处长张渊祥等人表扬多位具有杰出事迹的新住民 包括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市议员 以及何淑平 郭美秀 郑凯玲和韩世玉等市议员 也都来共襄盛举 期许将基隆打造为移民朋友安居乐活的城市 不同的好朋友们今天都齐聚在一起 这些摊位也都相当的有趣 所以我们今天的基隆国际移民生活节 有那么多的朋友来参加感到非常的开心 我们林沛祥议员也是我们立法委员参选人也到场了 所以跟大家报告我们基隆市未来要成为新移民朋友们的 这个台湾最欢迎他们的地方 最舒服的地方跟最宜居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边热烈的举办我们今年的国际移民生活节 未来也会继续朝最宜居友善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的新移民来到我们基隆 基隆是一个移民的港都 也是一个美丽包容多元文化的一个港都 那今天非常感谢市长 因为立法是从国外来到台湾26年 我从柬埔寨驾到台湾来26年 那也感谢台湾这片土地教我讲中文 教我怎么说台语 教我怎么唱台语歌 教我怎么怎么做社会学部 做社工 做很多很多新移民来台湾 可能适应不适应的地方 做会来合作 做会来打拼 为这片土地努力 基隆其实跟国外的文化有很深的渊源 不管说我们现在在和平岛所发现的 上萨尔瓦多城也好 还是说从以前日据时代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建筑物也好 甚至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 第一站就是在我们基隆 所以基隆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的组合 那一个城市如果要有它的韧性 在文化上的韧性 在文化上的内涵 必定要有多元的文化 来自不同的国家 来自不同的风情 来去做更进步的交流 才会让这个城市变得更丰富 让这个城市的软实力变得更强 这场活动特别邀请著名的 Hank TV越南夯台湾软秋恒 和艺人也是从幼演艺科技大学研发长的 陈彦廷两人联媒主持 共同打造基隆的国际形象 基隆国际移民生活节 也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前来参加 让民众透过异国美食和手工异品 来了解包括柬埔寨 印尼越南及菲律宾等国家的 民俗风情和文化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主席和国际社会的练习